。 OK 我要逐漸慢慢的把這裡打造的更適合拍攝一些產品以及一些節目訪談類型的場地 然後這個窗可能會稍微佈置一下 然後這個白色牆也是需要稍微佈置一下 那麼整體要怎麼做呢 我還沒有構想得很好 所以等想好之後再慢慢來做 那今天主要的任務呢 是測試這個機器 燈 麥克風 第二個燈 因為過兩天有一個拍攝任務要做 所以已經很久沒有用 也不是說很久沒有用這些器材 只是說很久沒有這麼嚴謹的去做了 只是機器拿起來拍 然後拍起來撿 然後拍攝VLOG 這一類的很少去 已經很久沒有做那個拍攝任務了 所以把它整理一下 然後稍微測試一下跟大家談一件事情 OK 那麼今天在測試器材的時候呢 順便跟大家聊一些問題 今天談論這個問題呢 是困擾我很久的一個問題 那就是字幕 那這網路上面看到很多這個影片 有關於字幕的這個影片 我覺得非常的神奇 非常的匪夷所思 就很多人在要求我們中文影片 必須要製作這個字幕 那有一方面的人說因為中文和英文有很大的不一樣 中文有很多這個同音字 所以為了更好的理解內容 所以我們用這個字幕 那會表達得更加清楚一點 但是我持另外一種看法就是 其實我們要看字幕是被養成了一個壞習慣 那就是不論是在我們小時候看的任何的電影 任何的卡通影片全部都有中文字幕 那是因為那些影片全部都是英文的 沒有中文字幕 我們看不懂之外呢 我們本土的一些連續劇啊 全部都講台語 那我們也會附上中文字幕 以免我們看不懂 那再來就是還有綜藝節目 綜藝節目都會有各種特效字卡 然後變成這種字幕 然後讓我們去更好的理解他們在說些什麼 那種字幕在我們生活中已經密不可分了 所以在我們拍攝YouTube影片的時候 還是有很多人會把這個字幕給加上去 如果沒有字幕的話 根本就沒有辦法看懂我們在說什麼 沒有辦法聽懂我們到底在講些什麼 這是我的一個感覺 就是許多人中文的聽力已經越來越差了 已經沒有字幕是沒有辦法理解這個影片 那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感覺呢 那是因為在前幾天 我和我女朋友一起在看YouTube影片的時候 這個影片本身是講中文的 然後我聽著聽著 我並沒有覺得任何奇怪 我完全理解他講的任何內容 所有內容 我完全聽得懂他在講什麼 聽得非常清楚 然後我女朋友說他在講什麼 他有點聽不懂 聽不清楚 重點是聽不清楚 於是乎打開CT字幕 然後讓他能夠更好地理解這個內容 所以這就讓我有點驚訝 原來中文字幕是非常重要 那是因為我們可能很多人 在不知不覺中中文聽力已經越來越差了 這是我認為的 那麼你認為是怎麼樣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今天的Vlog先到這邊 我們下期再見 稍後 dece訢 感谢观看